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体能不合格就太除 不要滥用替代方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军人拥有合格的体能 以及仪态是最基本的 没有合格的体能 你如何去操作熟练的战斗动作 我们缴税是让你们来保卫国家的 不是让你吃得肥肥的 体能不合格 只会动一张嘴 说这些人是国军支持 真的是太便宜他们了 偏偏这种人在国军还不少哦 包含你那些开替代方案 以及不敢测验三千公尺跑步的人员 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种耻辱 有点自知之明吧 赶快办理退伍 不要浪费国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形象 我这里所提到的体能就是三项基本体能 不含专项体能 连最基本的三项体能测验 国军还是有很多人不合格 包含你们那些不敢测三千公尺的都一样 这是国军最基本的体能测验 合格成绩只是60分 说真的不是很高 经过部队的训练一定可以合格 那如果经过训练之后你真的还是无法合格的话 我劝你还是赶快退伍吧 你连基本体能都不合格 你真的没有资格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那你也不要去想一些旁门左道 想蒙蔽过关 要嘛你就好好去训练 取得三千公尺跑步合格成绩 不然就是常备艺人员找个黄道吉日 选择一个最佳的日子办理退伍生效 非常备艺人员一骑一道赶快离开 怎么样不高兴哦 有种就去测三千公尺啊 我笑你不敢 接下来我要特别讲到替代方案 首先我先强调 如果您是阴工受伤人员 我非常抱歉 这一点不是探讨阴工受伤人员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国家才受伤的 我非常敬佩你们 我要说的是那些非阴工受伤人员 只因凭着就医三个月的证明 而得到替代方案的那些人 拜托 可以不要因为你体能差 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好吗 你以为大家都是白痴吗 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你不就是三千公尺跑不过而已吗 好好跟着去训练 总有一天一定可以合格的 身为保卫国家的军人 怎么可以此出这种小手段 你用这种方式 你知道长官会怎么想吗 你知道一个二兵会怎么想吗 我在服役的时候 就一直非常厌恶这种人 然后他们还可以每次都开出证明哦 你国君到底是怎么了 这样也行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谢敬华上校吧 就是那个三千公尺不合格 去选择五公里建走项目替代 最后晋升少将 我一直不懂的是 晋升可以用替代方案吗 如果可以用替代方案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升将军了 只要你会走路 建走项目测验是一定会合格的啊 那还测个屁啊 其实为了单位体能合格率 我也曾经试图请一些 体能状况稍差的人员 去参加替代项目的测验 没有想到他们回我一句 替代项目是专门设计 给三千公尺跑步 不合格人员专用的 我们经过训练都可以合格 我们不屑使用替代项目 一群士兵都有这样的气概 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反倒是你这个上校 巴不得一定要使用替代方案 真的是连兵都不如啊 也让我们的国人感到十分的汗颜 军以战为主 战以胜为先 训练是战力的基础 体能更是基础的全员 拥有良好的体能 一定可以应付所有的训练课程 展现国军基层整体战力 所以职业军人根本就没有 体能不合格的借口 全国军所有的军职人员 一定都要合格 不合格就太除 外面还有一堆合格的人 等着要入营了 你只要是体能不行的 马上就有人可以取代你 国军不要怕 该太除就太除 外面有一堆人想要当军人 以上是我针对 体能不合格就太除 不要滥用替代方案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 各项事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